白菜先把两片叶子下来 白菜帮和白菜叶子把它分开切 白菜叶子直接把它切成块 白菜帮直接打斜刀把它切成大片即可 土豆直接把它切成厚片 切好的土豆片里面加入清水 先把它的淀粉洗去 再准备一小块五花肉不用太多了 因为主要是增加一个肉香味 今天不是为了吃肉 直接把它切成片即可 锅里下入少许油滑锅 然后下入切好的五花肉 先把五花肉扁炒一下 把里面的油脂扁炒出来 这样子吃起来才会更加的 炒香后下入干辣椒干花椒还有姜葱 然后再下入土豆片 翻炒均匀 再下入切好的白菜帮一起翻炒一下 因为白菜帮在猪油里面炒过之后 吃起来会更加的香 然后加入少许的水 烧开后开始调味少许的盐 再来一点鸡精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蚝油 酱油 胡椒粉 转小火先焖烧八分钟 土豆和五花肉已经炖了差不多了 下面下入白菜叶子 把它和匀 盖上盖子再把它焖一分钟 最后淋两滴香油 出锅装盘即可 最后撒上两颗正经的葱发 简单家常的土豆炖白菜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白菜非常的鲜香 土豆非常的软烂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下面想念帮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呢 哇 入口非常的鲜美 并且非常的软和 不折不刻的冬季下饭菜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学会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